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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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所以一 二 三 四 只能利淡 一个利好 暂时 如果再跌多一点 连SAR 都利淡 那就五个利淡 长期形势 是由向淡 会变为显著向淡 这个跌浪 非常明显 自从见了高位324.6 武力的企运在上面 调头跌穿前高位278.2 以下 走势反复向淡 反复向淡 大家有兴趣看 究竟由这里开始升落 138.22 138.22 升到138.22 没错 升到最高位3246 324.6 究竟0.618倍量度跌幅目标到了没有? 肉眼望就到了 209.41.7 最低是182.8 所以 如果你不尽快回到209.41.7 反复下市低位138.22 也不要说没有 可能 机会其实也不低 希望尽快回上去 这个长期形势非常之一般 长期形势非常一般 我们看中期形势 中期形势 我们看周线图 跌落很明显 中途的反弹 由216.8 弹了两个星期 去到255.4 急速再跌 即是证明255.4 成为了新的中期重要阻力位 高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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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级下跌 一直下跌 如果再 今个星期 回不到上去 下个星期初 开始都没有力显著回升 没有利好转向不太出现 中期重要阻力位 应该会由 刚才说过的255.4 255.4 没出了 就应该会下跌到216.8 大家小心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的港股分析精华短片 想不想看触本版 立刻订阅Benny亮梁业豪YouTube频道 每个交易日都会重播一段 详细的港股市前分析 和一段港股即市分析的影片 时间是下午4点半和晚上8点半 如果想第一时间观看 并且在周末和假期都看到 可以帮助各位捕捉最佳进出市时机 令到投资获利变得更加轻易的港股 外围股市、外汇、贵金属、债市、楼市 加密货币等投资市场的专业分析 那就要订阅我的Patreon频道 请大家多多支持